在今次教会前景的会议 美中不足的地方 没有同时探讨基督教机构的角色和前景 仿佛堂会等于教会 忘记了机构是教会不可分割的部分 刚刚参加了建奥神乐院第二届的 《塑造香港教会前景》的会议 在香港面对重重困难的时候 仍然有大批的教目同工和信徒领袖 继续关心香港教会前景 并愿意努力学习和付出 当然一两天的大型会议 并不会带来什么奇迹的转变 而且现实往往比戏剧更加戏剧性 正如在2019年4月 见到举办第一届的会议 当时有谁能够预见 香港的教会竟然会经历过四年 由于社会运动和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以及一些前所未有的转变 细事难料 连当日一些港元也已经远走他方 我们没有办法以有限的智慧 很准确地预测明天将会如何 因此九七回归前有句经常被人挂在口边的说话 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就是作最好的准备 作最坏的打算 几年要做最坏的打算 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对政治前景忧虑 而出面的移民潮将会继续 如果政府有一些令人忧虑的打压 香港人对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前景 感到悲观的话 移民潮只会有增无减 而国内人口大量南下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香港人口将加速转变 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往的香港人本位 期望伏尚到五年、十年前的光景 恐怕只会令自己更加沮丧 甚至是抑鬱 有几点的转变是我们必须要很积极地面对的 毫无疑问 宗教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已经收窄了 殖民地年代留下来对基督宗教的优待 已经成为过去 以往的一些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 将会逐步消失 比如说堂会作为主办团体 使用学校和社会服务单位的场地 甚至共用资源 未来堂会应该依赖弟兄姊妹的奉献 而不应该再指望利用公共资源 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上帝不需要依赖海撒 因为越多使用公筒 就会越受制于政府的政策 堂会不应该为五斗米折腰 上帝的工作上帝自然会有公盈 其实不少弟兄姊妹都是独身 或者没有子女的 大家安息主怀之后 如果善用自己的物业和遗产 透过遗愿计划 可以祝福很多堂会和机构的事工 基督徒本身其实有足够的能力 支持天国的事工 不需要依赖政府 也不需要等待有钱的弟兄姊妹大发热心 只要很多很平凡的弟兄姊妹 愿意为主多走一步 就能够成就很多不平凡的事工 在今次教会前景的会议 美中不足的地方 没有同时探讨基督教机构的角色和前景 仿佛堂会等于教会 忘记了机构其实也是教会不可分割的部分 当堂会和机构面对退休潮 移民潮和经济不明朗的影响 其实也是大家应该更多去思考 如何合作和互补的契机 当牧师全都移民了 堂会没办法聘请足够同工的时候 如果能够邀请机构同工去协助培训信徒 读经、祈祷和敬拜 负责性乐和话剧报导 分享见证 透过机构的网络去服侍不同的群体 譬如劏访户、新移民、双残人士和少数族裔 譬如有参与短孙和支持外地宣教等等 一方面可以减轻同工的压力 另一方面又可以透过善用机构的服务 而支持机构的运作 此外不少的堂会在星期一到五 都比较少用本身的场地 而机构亦比较少在星期六日办公 场地的空置和浪费一直都为人救病 如果能够加强彼此合作 共用场地和资源 既可以为堂会带来一些租金 机构亦可以不需要购买或租用独立的地方 对双方其实都是有利的 所谓近水流台先得月 当机构和堂会加强合作 顶姊妹对有关的事工 亦更容易产生兴趣和负担 激发他们侍奉的心志 堂会和机构本来应该是顺此相依的 大家都是教会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作肢体 思想教会的前景的时候 又怎能够将机构放在一边呢 有些堂会的惯常做法 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这些都是跟真理无关的 只是过往我们不太愿意主动改变 疫情改变了不少堂会的惯例 其实也是协助我们面对其他改变的 一个宝贵的经验 另一点必须留意的就是 堂会和机构在面对当前的政治环境 应该更加小心做好自己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免税团体的本份 更加严格执行有关公司法 和税务条例的规定 以及遵守建筑物和消防条例 一直以来不少堂会和机构强调自己 是参与属灵的事工 就将行政财务的管理 视为属世的次要的工作 因此就得过且过 谁不知要令堂会和机构陷入困难 根本不需要透过政治的理由 只需要透过一般的公司法 和税务条例等等 已经足以令大家没办法正常运作 香港教育的前景是严峻的 也没有办法准确预测 四年前大家没办法预测香港今天的变化 同样我们没办法预测四年后香港将会怎样 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仍然深恨香港 就应该趁这个机会珍惜可以公开 全福音公开聚会公开批评所有不合上帝心意的 权贵和群众 继续关心轮舍 为小子送上一杯凉水的机会 继续做上帝托父教会和信徒应该做的事 说应该说的话 然后安心把结果交给我们的主 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既然耶稣都不放弃香港 我们也不应该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